兄长活着 我哥哥活着 你斩杀了炎梁文丑 主公险些被你害死 关羽生于天地之间 所以忠义为本 谁料想兄长竟在 原上那里 关羽终于发现自己被曹操摆离到 他为了报答曹操恩情 出阵斩杀了炎梁文丑 却差点害死刘备 还好刘备有闪逃过一劫 得知刘备在袁绍仗下后 关羽第二天便去找曹操辞刑 谁知曹操早就收到消息 故意闭门不见 关羽又去找张辽 张辽也借口握病在床不敢见他 关羽心知曹操只是不想放他走 回到府中后 关羽直接让孙前收拾行装 在离开之前 关羽将曹操送的所有金银全部留下 而且将汉寿亭侯的大印悬挂在大堂上 这便是关羽挂印封巾的故事 曹操收到消息 心中无比悲痛 他不明白自己对关羽那么好 为什么还是留不住关羽 难道舔狗真的没有好下场吗 这时承豫提醒曹操 关羽肯定要去投奔袁绍 到时候就会成为曹操的大敌 承豫建议立刻派兵追杀关羽 此时傲娇小将蔡阳主动请命 愿意带三千兵马劫杀关羽 蔡阳 你虽骁勇只怕未必杀得动关羽 是到如今 我们与其在这后悔叹恨 不如再赐给关羽一道恩典 承豫 在 随我出城相送吧 此时关羽护送的两位嫂嫂 已经出城 但马车速度不快 被曹操轻易赶上 一看到关羽 曹操立刻化身舔狗 你看 此区济州八百余里 路途遥遥 路上风吹日晒的 我给你准备了一件锦袍 供你路上遮凉玉寒 曹操还想亲自给关羽披上 不料关羽却担心 曹操骗他下马 直接伸出大刀 多谢丞相 输官某不能下马叩谢 就此别过 曹操只能把衣服放在刀上 随后关羽穿好锦袍告辞离开 看着关羽逐渐远去的身影 曹操万分不舍 急忙小跑挤步来到山坡 只为再多看关羽急眼 看着曹操失魂落魄的样子 旁边的成狱十分不解 主公 你这又是何必呢 我跟你这么多年了 曹操给成狱解释 自己失落并不是因为舍不得关羽 而是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感到过挫败 以前招揽人才 曹操都是随便给个棒棒糖就能打发 可自从遇到关羽 曹操已经变成了舔狗之王 可还是留不下关羽 而且曹操知道关羽的离开 完全是因为刘备 这便说明一个问题 刘备笼络落人心的本事 比曹操更厉害 这也让曹操明白 刘备日后必定是他最大的敌人